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子表示 虽然这样做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但是利用绷带绑住会使我们人体的血液流通不畅 对身体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她建议大家不要学习这种极端的减肥方式 对自己的伤害还是很大的 如果想要减肥 可以通过去健身房坚持锻炼或者是调理饮食 少食多餐的方法来帮助自己减肥 至于利用绷带把自己绑起来这样的想法 大家最好将这个想法扼杀在摇篮中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